全民拔菜总部 报道,岛内军公交年金改革上路,半年改团体将7月1日定调为国难日,扬言要开始启动全台22线市的革命,如影随形爱台湾联盟,终结选民党党主席黄振忠表示,历经552天的沉抗之后,他们将发动公民不服从运动,呼吁军公交警销牢一起站出来,用选票革命。 军公交年金改革上路后,半年改团体扬言如影随形,要用恶作剧游击的方式,抗议蔡英文,甚至还一度传出,蔡英文一日下午,原本将是查台中绿川整治工程,但由于沉藏因素临时取消,除了半年改中部的如影随形抗议外,部分退军团体与全台拔菜总部,也与台南举办试试大会。 众人在现场高喊,蔡英文下台,民进党不倒,台湾人民不会好等口号。 黄振忠表示,经历552天的沉抗之后,他们将发动公民不服从运动,呼吁军公交警销牢一起站出来,用选票革命。 时间就从7月1日开始,开始启动全台22线市的革命,把蔡总司令卢朝才说,从台南事实出发,是因为正成功在台南登陆,学习开台上忙的精神,收复台湾。 民众必须做台湾的真正主人,主导政策集,走向,号叫全民于11月24日,用选票来教训独裁政党。 中国台湾好